既然小留学生家长跟技术家庭签合同很重要 那么签合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那么这个第一点呢 就是说合同一定要在小留学生搬进去之前要签好 先签合同再搬进去 这样的话呢 安部就搬非常重要 因为为什么 如果小留学生先搬进去之后 住了两个礼拜再来签合同 那时候呢 可能有些矛盾已经发生了 合同可能就签不了了 对吧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你已经搬进去了 你现在再搬出去也不方便 你可能在合同谈判的时候就比较吃亏 他说我就这样 你爱签不签 不签你今天就可以搬走 对吧 你搬去哪里呢 你没地方搬 所以呢 很重要的 第一 就是说合同要再搬进去之前签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合同里面呢 要特别讲清楚 就是说技术合同 这里面有没有这个技术家庭 有做监护人的这个义务 因为呢 在加州要做监护人 必须经过法庭同意 如果法庭不同意 你不能做监护人 但是呢 即使这样 这点在合同里面 讲的特别的清楚 就是说他是不是做小孩的交护人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呢 更重要一点就是交通问题 就是说他譬如说几点接小孩去上课 然后放学回家 几点去小孩放学回家 他呢一个礼拜接几次 然后除了这个 上学下学之外呢 然后呢 另外呢 就是说小孩如果说我出去买个东西 我出去溜达一下 他有没有这个义务要送小孩子 如果有可以要送几次 这个规定的越详细越好 一定要先小人后君子 好 这是呢交通问题 然后第四呢 注意到如果他不是小孩的 江户人 技术家庭 这里面提到说 如果发生这种紧急的情况 譬如说小孩子生病了 突然发生疾病 那怎么处理 是不是第一时间联系小孩的家长 万一联络不到 要怎么办 所以这里面呢 一定对于这种突发紧急状况 要怎么处理 技术家庭的责任义务 一定讲的特别清楚 是这样 然后呢 当然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里面呢 就是说怎么付钱 对 是全部一次付金 还是分期付款 还是每个月付 正常的做法呢 就是说二月付比较好 因为这样的话呢 其实好像说 我住你一个月 我付你一个月 就跟付房租似的 这样的话呢 对留学生的家长 比较有保障 然后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一开始呢 不要交一个巨额的押金 因为这样的话呢 你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可以拿不退押金 作为一个要求 你就比较吃亏 然后还有呢 当然如果家长的话呢 有这个比较仔细 最好呢 找个律师 把这个合同呢 全部的过一遍 这样的话呢 就确保你的权利 得到保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